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因为有两台摄影机 所以我其实是有点不太习惯 不过这个我等 要做这个事情已经等很久了 如果材料系的同学都知道 我以前上的课其实是有 全部的录音档 而且我所有的东西 事实上是写在电子版上面 所以我在几年前做过一次 这个 自己找助教来录影 不过因为 那个档案实在非常的大 所以放在网路上download非常的慢 后来我们用了光碟 但是光碟遇到的问题 就是这个 很多同学借回去以后呢 没有按时还 所以最后我们就没有这样做 所以当上学期有 这个教授问说 要做这个program的时候 我其实是非常的高兴 总算等到他 唯一的小缺点 就是 当我不想录的时候 我刚才有特别跟技术的人讲 当我不想录的时候 我会想要把它关掉 因为我自己的录音笔呢 我事实上是可以把它关掉的 那一段就不会记录在我的这个录音里面 还有要穿的比较整齐 虽然我一向穿的还算整齐 虽然我一向穿的还算整齐 不过我今天是有特别穿的比较帅一点 到学校来 为了要摄影 因为 我自己在当Stanford的学生的时候 其实我经常用这个录影带 在Stanford是可以选冲堂的课 就是说我这两堂课 冲堂 我有一堂课我可以去图书馆看录影带的 所以其实我选过这种课 那效果上 还是没有比上课好 但是至少你可以去选择 同一个时段的课程 所以 13年前我回清华的时候 其实我就有在想 有一天我希望能够 有录影的课 所以很高兴今年有这个机会 好 那这个是Introduction to Quantum Mechanics 量子物理导论 那这个课是材料系的必修课 材料系的必修课 所以我等一下会告诉各位 我对这个课的想法跟我的要求 那我先讲一下这个课的 上课的那个时间 我们是礼拜三礼拜四的 对不起这个是上一个课 我们应该会是在礼拜三的第三堂跟 礼拜五的三四堂 那我们等一下会讲到我们在十月份会有一些礼拜呢 我们在礼拜三的第四堂也会上课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告诉各位 这个课有演习课 这个课有演习课 演习课是礼拜三的晚上七点钟 或者在511 那这个我会让博士班的同学来上 会让博士班的同学来上 我等一下会提醒各位 为什么要上这个演习课 那这个博士班 我们其实有两位很棒的TA 这两个TA都是我自己的博士班的同学 也是材料系毕业的学生 材料系大学部毕业的学生 所以他们自己都上过这个课 而且去年的演习课大概是我在材料系看过 出学率算非常高的演习课 因为同学们对于助教的这个上课 评价都非常的好 所以我会强烈的建议同学要来上这个演习课 这一门课是有textbook 虽然我上课用我自己的讲义 不过这个讲义基本上是从这个教科书里面 在截录它的重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textbook 是concept of modern physics 现在已经出到第六版了 所以如果你买到的是第六版 你看到的应该是长这个样子 第五版跟第六版差异性不是很大 如果有一些人是旧书的话 这个书新版应该有两年或三年了 不过市面上还有一些人卖的是第五版 差异性不是很大 唯一的差别是习题的顺序 Homework的顺序 所以如果你用的是旧书的话 那这个做习题的话 请你要跟同学交换一下意见 看看它的顺序上有没有不一样 那选这个书有几个重要的原因 有几个重要的原因 这个课虽然叫做量子物理导论 不过基本上是对材料系的同学是 你在上完浦物之后 下一个真正的这个物理方面的课程 那原来整个设计事实上 你应该要某种程度上上过近代物理 就是这边所谓的modern physics 所以呢我们在这边的设计事实上是拿了 在近代物理也有人使用的教科书来上这个课 那原因是因为同学们要先有这些概念之后 才真正可能可以去衔接 比较深入的量子物理的课程 那在材料系里面这整个课程的设计是这样子 就是说在上学期会有量子物理导论 那下学期会有材料物理性质 那到大四的选修课的时候 你会有所谓的固态物理 或者到物理系去修进阶的量子物理课程 所以呢这个是整个我们在材料系里面 对于物理尤其对于材料所需要的物理 整个课程上的一个想法 那选这个书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这本书的英文相对是简单的 相对是简单的 这个书有综艺本 我强烈的不建议你看综艺本 原因是这个 这本书的英文算是写的简单易懂的 如果你到大三还在看综艺本的话 你到研究所会非常的吃力 因为研究所所有的 你要读的research的paper 都是用英文写的 所以我以前有看过同学到大三 这个课还是看综艺本 我强烈的不建议是这样子 如果你的英文真的不好 这个是一个还不错的教科书 你可以开始去给自己一点信心 看这些教科书 然后把你的英文能力培养起来 好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选这个教科书 事实上如果你有这个教科书 你可以看到 这教科书里面呢 某种程度上你会发现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基本上就在看图说话 它是一个编排非常好 而且里面有非常多的图表 它是彩色的 不过我在讲语里面 scan的时候它是黑白的 不过这个书很大的好处就是说 如果你把这些彩色的图表 都看懂了 而且你也知道这些彩色的图表 真正的物理意义的话 大概上课的内容 你大概都已经懂了 所以它的这个编排方式 是我觉得相当不错的 就是说利用这些图表来描述 这一些物理概念 这也是为什么我选 这个教科书的一个原因 那第三个原因 其实是很重要的 我跟各位一样 我也是材料系毕业的 我还在清华念了我的硕士班 我有一个深刻的体认就是说 大家指考进来的时候 或者是真识进来的时候 你的数学跟物理都非常的不错 可是读到大三的时候 我就发现数学跟物理都不行 大部分的同学 有少部分的同学 数学物理还是很好 那所谓的不行的意思是因为 我发现大家对公数 至少以前我的概念 就是说有很多同学公数修完了 大概都不知道在修什么 然后等到我们在物理需要用到的时候 我常常都要提醒各位 再回去公数看一看 那上课的时候我问了一些基本的物理概念 我就发现大家普务上完了以后 普务大概就忘记了 所以 也因为这两个关系呢 所以我选了这个教科书 因为这个教科书呢 他不会用很难的数学 在很多关键的地方 你就发现他体恤各位的数学的不足 他在很难的数学的时候 他就接下去他就不算了 他把答案就告诉各位 那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也会是这样讲 但是我会告诉你 如果你对中间的这些繁复的数学推导有兴趣的话 那你可以来找我 我可以把相关的reference book告诉你 那你可以去把那些数学 从头到尾再去看一遍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这个课从我的角度 我会希望从材料的角度去给大家 所需要的物理概念 我刚刚讲过这个是苦物之后 下一个在材料系里面 你会遇到的物理方面的课程 所以呢 我比较希望的是 真正把你所需要的物理概念告诉你 而不是说用一大堆很繁复的数学 让你觉得哇 这个量子物理导 量子物理这门课是一个很无趣的数学课 所以呢 我会花很多的时间 去告诉各位 这一些我认为重要的物理概念 那我想很不一样的就是说 量子物理导人 其实在清华有很多的系 有类似的课 在物理系 在电机系 甚至在动机系都有这个课 当然其他的系 除了物理系跟我们一样是必修以外 其他的课是选修课 那在这个课我想要做到的事情是 比较从材料的角度去着手 所以我举的很多的例子都会是跟材料有关 也就是说 这些例子可能是大家以前在大二的课已经上过 或者你将来 在大四的课你可能会用到的一些例子来说明 它跟量子物理之间的关系 所以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 这个教科书比较吻合我所想要的概念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我会希望同学们可以去买这个教科书 那我列了两本reference book 这两本reference book 其实写的也非常的好 只不过说 它相对来讲分量比较多 然后有一些地方 稍微有一点点的难度 稍微有一点点的难度 那这两本书呢 这个是第二本 Rex 的这一本 Modern Physics for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那我如果没有记错 这两本reference 在这个图书馆里面都有 在图书馆里面都有 所以假设 这个 你 其实你也没有需要买 但是这里面 有一些部分 是大家可以做参考的 这是另外一本 这是我们三个作者第一本 那这个教科书 这个参考书 也一样 它有非常好的 这个图 彩色的图 所以这里面 还有它有一些数学 我说在我们的教科书里面 比较没有提到的 那这些书里面也有 那这个也是 我会希望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去做参考的 有一本我觉得很棒的中文书 这个 它是一个某种程度上科普的故事书 这一本书在图书馆也有 这一本书在图书馆也有 叫做爱丽丝漫由量子其境 这一本书在图书馆也有 天下出版社出的 如果你在开学之后 几个礼拜 你把它当作故事书 把它看完的话 其实你会有 对整个量子的现象 你会有一点点概念 它当然没有真正像 实际的这个故事书这么样的生动 就是这个故事情节没有到这么生动 但是呢 它把很多重要的量子概念 用一个比较活泼的方式来呈现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一个 还蛮不错的 入门的一个科普的书 所以同学们可以去 买来或者是去 这个图书馆里面借阅这个书籍 那这个大概是对于上课的textbook 那我讲过就是说 我上课的时候会用讲义 会用我自己写的讲义 因为我实验室的这个电脑 我们重新买了一个新的电脑 那将来这些所有的讲义 会放在FTP上面 所以下一次上课 我会把这个FTP告诉各位 那你就可以 从FTP上面download这个 上课的讲义 那实际上 上课的电子版 就是我在 我在上课的时候写的东西 它基本上是在电子版上面 所以它也会变成是一个影像档 那当然之后我会请教一下教务处就是这个 这个影像 supposed应该会是挂在学校的某一个网页上面 对 所以同学们也可以上去 应该比录音好 我相信是这样子 那以前我的经验就是说 在考试前呢 这个同学们去download的频率会高得很多 以前的录音档 以前的录音档 好 那 评分的标准 这个课呢 会有三次的小考 会有三次的小考 那 这三次的小考呢 我一定会在一到两个礼拜前通知各位 绝对不会说 诶 现在把课本收起来 开始小考 十几年下来我从来不以 你来不来上课当做你的学期成绩的参考 你来上课是你的权利也是你的义务 更不要讲这个课又有录音 我当年想要做录音的时候 助教就提醒我 会不会同学们都不要来上课了 我倒不特别担心这个 也就是说 如果你听了录音带 或你看了录音带 你也可以把这个课上得很好 那我觉得也很好 因为有些同学 的确有些时候有什么事情 他不能来 但是呢 考试的时间 我一定会事先跟你讲 至少是一到两个礼拜前 要小考的时间 我一定会事先讲 我会尽量希望 你不要来告诉我说 这个时间 你有什么个人的事情 所以你不能够来考试 因为 这门课有两个班的同学在选 全部选课人数超过140个人 所以所有的考题会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不能够在预期的时间来考试 那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所以我一定会事先告诉你 什么时候要考这些小考 那这三次的小考会占了学习成绩的15% 占学习成绩的15% 那这些小考 其实还有一个分数是 我在上课的时候 会给大家一些homework 这个homework不是书上的homework 这个homework可能是一个 要你真正去run一个程式 然后把那个程式的结果告诉我 或者呢 我要你去找到一个实验 然后告诉我这个实验人家怎么做 那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到 助教的联络方式 那我就 比方说礼拜五我就有一个homework 要你去书上或者上网去找这些资料 然后呢 我就要你把这个东西写完了以后寄给助教 前面我每一次会看一下 就是前5到10个 比方说 写对这个答案 两个班级加起来 写对这个答案的 然后写得很好的 那这个会加在你的小考的分数上面 会加在你的小考的分数上 比方说去年我们有一个题目是在做 播的superposition 播的这个重叠 然后可以看到所谓的节拍 那去年就有一个同学做得非常的好 是这么多年来我看到做的 他甚至能够连节拍的那个声音都听得到 这是很厉害 这是很厉害 现在大师有一个同学做得非常好 那我们会有一些homework是像这个样子 然后在上课的时候我告诉各位 我希望你回去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会有两次考试 一次期中考一次期末考 那时间我已经确定了 所以这个我希望你不要 除非你有什么紧急的事情 要不然这个时间我是大概不会去更动 期中考会占了35% 占了35% 11月12号礼拜五的晚上 11月12号礼拜五的晚上 6点半到9点半了 这个会在511 会在511 好 然后期末考 这个是期末考周的第二天 第二天 第二 礼拜二的晚上 1月11号的6点半到9点半 OK 那这个会是 整个成绩的计算方法 我要提醒各位 期末考考试的范围是涵盖整学期上课的范围 因为这个课是有 这个课是有 连续性的 是有连续性的 我们在礼拜五的课 我会告诉各位 我们每一个chapter要上的东西 所以你很难去讲说 我考后面的chapter 我不会去用到前面的概念 基本上 当然在期末考考试的范围里面 我会尽量是后面几个chapter为重 但是会有一些概念 会用到期中考的概念 比方说我们在期中考的时候 就会考了shading equation 它不可能在期末考的时候 这样的概念不出现 所以期末考呢 它会占了50% 过去的经验 这是好也是不好 是好的意思就是说 有一些同学在这个课里面呢 前面的考试考的不是到很理想 然后呢 期末考他花了很大的功夫呢 这个 基本上就可以补救他前面的不足 那当然我们也曾经看过 前面考的还可以的 可是期末考考的很糟糕的 那50%是一个不小的部分 所以我要提醒各位 期末考占的比例相当的重 所以我基本上希望 你可以跟得上这门课的进度 你可以跟得上这门课的进度 这是我的建议 我有几个重要的建议 而且这些建议是 几年下来我觉得 如果你听得进去这些建议的话 我想在这个课上 你大概不会有太多的问题 我刚刚讲的这个课是个必修课 我第一次教这个课的时候 这个大概已经是10年前了 我10年前教这个课的时候 这个课是选修课 大三或大四的选修课 可是等到整个系上在检讨 课程的需求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材料系的同学最后要去做 一些物理特性的 相关的研究的时候 在物理上的基础是略显不足 所以大概七八年前呢 我们就把这个课 变成是大三的必修课 而且呢 我刚刚讲我们的整个课程设计 是上学期上的 材料上的这个量子物理导论 下学期呢 我们就会上材料物理性质 那我刚刚讲 这一门课呢 我今年是第七次上这个课 第七年上这个课 那我也曾经有三年 上了下学期的材料物理性质 所以这整个课程设计 其实我有一定的了解 那 第一个我告诉各位 我强调这个课是一个必修课 意思就是说 这是材料系的同学 你应该要有一定的概念 而且这个课你修的不好 你就会明显的发现 在下学期的材料物理性质里面 你要花更大的功夫 因为这两门课是有一点关联性的 在很多的基础的概念 在上学期 我们已经教过了 那下学期老师技史上呢 他很快也就带过去了 所以 这个课是我刚刚提到 后续所有你在材料系里面 物理相关课的一个重要的先导课程 所以他把它摆在必修课 那既然把它摆在必修课呢 我就会有一定程度的要求 我就会有一定程度的要求 那 第一个呢我提到就是说 你至少一个礼拜 应该要有三个小时的时间 在这个课上面 这三小时当然不包括你的上课时间 为什么我会提供说三小时呢 我刚刚也告诉各位 这个是我第七次上这个课 我跟大家 一样是大三的时候在清华 我上了一整年 静怠物理 那是在物理系开的 一整年的静怠物理 我在Stanford上了一学期的 Quantum Mechanics 所以呢严格讲 这是我第九次上这些内容 就第九次看这些内容 我在过去几年平均的经验就是说 我每个礼拜要上三个小时的课 我至少要花三个小时的时间备课 至少 我才可以 不用看着我的讲义 从头到尾这样子说 然后不会出任何的差错 但是对各位来讲 在座所有的人 基本上少部分的人 去年已经听过一次了 大部分的同学 今年都是你的第一次了 所以如果你准备这个课的时间 比我备课的时间还少的话 当然除了你这个天资聪颖 那是另当别论 要不然绝大多数的同学 你少于三个小时 基本上你是有可能跟不上的 因为对我来说 我要上课的时候不出错 更不要讲现在有两台录影机 那出错也是蛮糗的 这种状况之下 我都需要三个小时 所以各位就可以想 这是为什么我讲 at least 至少 每个礼拜三小时 不过这个课有一个小问题是这样 我们在礼拜五的时候会告诉你 每一个chapter我要上什么 这个课 我们从chapter 2开始上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相对比较简单 而且有一些概念是 可能大家以前多多少少有听过 这个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说 给同学一个错觉 给你的错觉就是说 好像这个课很容易 我就可以轻松的过关 可是呢实际上其中考一考 就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 那从第五章开始 事实上是这门课 开始变得越来越困难的一个chapter 因为第五章我们开始要讲 schedinger equation 那有很多同学呢 二三四没有跟上以后 到第五章慢慢慢慢就落后了 然后之后呢 就发现这门课越来越吃重 他花了越来越多的时间 还是一样跟不上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提醒各位 其实在前面几个chapter 我希望你至少要能够跟上我的进度 那跟上进度你自己会想 那我到底有没有跟上 这有一个非常简单的test 我上课的时候会问问题 因为我知道在座的各位 一般都不会问问题 所以我会问大家问题 下一次上课我就会把点名单带来 不是为了点名 而是为了要问问题 所以我问问题的时候 我会让同学来回答 那你会想 最好不要点到我 反正这是随机的 所以每个人都有机会中奖 但是我要提醒你的是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你去衡量 你有没有跟上进度 因为呢 如果我问的问题 你十之八九都可以答得出来 而且跟我最后讲的答案是一致的话 大概你在这个课上 问题不大 代表的是你一直有跟上课程的进度 而且对我上课讲的东西 大概你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但是呢 反过来讲如果说我问的这些问题 十之八九你都没有sense 你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回答这个问题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警讯 因为呢我考试的题目 会跟我上课问的问题 是同样一个形式 如果上课问的这些问题 你都没有办法答出来的话 考试的时候 你大概会不知从何下手 或者你写的都不是我要的答案 所以 你可以每个礼拜都可以去验证 到底你是不是有跟上这个进度 从上课我的发问里面 一般的经验 你如果两个礼拜都不去碰这个课 再来你几乎是跟不上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因为有什么事情 没有办法来上课 这学期开始有录影带 我希望各位一定要 找时间在 你来上课之前把这个录影带看 那这个时候呢 你基本上不会有落差的问题 好 第二个呢 我就会希望 可以的话你是准时来上课 你是准时来上课 那我刚刚也讲了 他其实 理论上应该比你看录影带 还有一点点的现场感 所以 当然我很希望你问问题 你上课不懂的时候你可以问问题 或下了课以后你可以来问问题 那我会比较知道 有没有什么地方 是我讲的不是很清楚的 各位的课都是十点钟的课 礼拜三礼拜五 这是一个黄金时段 所以呢 我不希望同学带早餐来课堂上吃喔 因为 我是七点钟吃的早餐 你十点钟吃早餐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 所以呢 那个味道会让我不止 没有办法专心在我的上课上 我会一直盯着你看 所以希望各位是 吃完早餐以后你才来上课 另外我刚刚也讲了 这个课是黄金时段 这个课 所有课里面 我觉得最棒的时段 这也是为什么我选这个时段录影 我也不希望在录影带上面看到有人是在打瞌睡的 假设有一天呢 你有勇气站到这边来讲十分钟的课就好 或者发表十分钟演讲都行喔 你就会深刻的体认到为什么你不希望有人在下面是 这个趴着睡觉 因为你站在这里所有的人我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那我昨天晚上可能是备课备到很晚 或者我今天早上是很早起来备课 结果有一个人在睡觉 那你就会觉得 心情很闷喔 因为你会觉得哇 显然你上课 我很不幸的是我不太会讲笑话 这是很大的缺点 所以假设有人愿意自愿 在某些时候举手说 我愿意来这个 讲个有趣的事情的话 这个我可以考虑加分的 因为这是带动上课的这个气氛 这个从我来看是一个 我这么多年下来好像都没有人有这种勇气 举手说老师我来表演个什么东西或怎么样 我很期盼在今年有录影的状况之下 有勇夫愿意来做这种事情 不管怎么样 我都希望在这个黄金时段里面 我希望同学是精神不错的 假设你真的觉得你的精神不好 那你也不用讲 你就可以走到教室外面 然后你可以觉得你精神不错你再回来 因为 这的确会影响到 站在前面的人的心情 好 那第三件事情呢其实是 homework 我在每一个chapter结束之后 都会指定homework 这homework你是不用教的 因为我刚开始上 像回清华的时候我是让大家教homework来 不过很 很有趣的就是说 全班教来最后只有几个版本 50个同学来可能了不起5个版本 因为你一看怎么错的 或者是假设 明明是可以有很多种假设的方法 可是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好像 比较难的题目大概都是这样子写的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教这个homework 对于大家来讲 不必然是一个很有效率的办法 所以呢我就希望用演习课的做法 那我告诉各位 怎么样是有效的演习课 演习课的时候助教会把homework 从头到尾讲一遍 那我也可以告诉你 这本书有习题解答本 因为我不讲很快同学也会发现 而且我记得好像图书馆也有 那就我同学讲 那我就看习题解答本就好了 那我会告诉你 这两个助教的解题功力 绝对比习题解答本好得太多了 他会告诉你为什么他这样做 这是为什么我觉得 这个演习课助教上的比我好的地方 因为有很多东西对我来讲 我觉得是理所当然 我一看到我就知道应该要这样做 那同学问我说 老师你怎么知道这样做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就是看到我就知道是这样做 那助教比较好就是说 他比较会从大家的角度去想 为什么我是这样做 曾经有很多同学 在期中考之后就来跟我讲 我上课也很努力听 然后我回家也有按照时间 这个把功课复习完 但是呢 考试的时候 然后考卷我常常的问题就是 不知道从何下手 也就是说 我如果告诉你是为什么 你很快就懂了 可是你不知道 为什么要从这里走 也就是说你可能是后知后觉 当然绝对比那些不知不觉的同学还要好 可是后知后觉 没有办法反映在你的学习表现成绩上 那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比较可惜的 那原因是这样 就是说 你自己一定有这种经验 你看习题解答 你大概都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写 假设你已经看完这个课的内容 你去看习题解答你不会有问题 可是如果你把习题解答盖起来 你看题目的时候 有很多人他是不知道怎么去解的 那这才是重点 这才是重点 所以你要自己去练习这些home work 你要自己去练习这些指定的home work 而且我希望的是你在演习课之前 你已经把home work做完了 这样你会比较知道问题在哪里 要不然你光听助教讲 或者是光看习题解答本 对你的帮助其实比较有限 那这两个助教其实很认真 所以他去年还做了一件 我觉得是超过他们所需要做的事情 他们做重点整理 他们去年应同学的要求做重点整理 就是说应该是考试前了 考试前帮同学做重点整理 那这个当然是好事 但是我也要提醒各位 这两个助教都是博士班的同学 所以他们也有很多他们自己要做的事情 所以常常会有 我在每一次考试的时候 会请各位提供一点意见 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课效率更好 那常常就会有同学讲 诶 这个助教能不能给更多的什么 类似考前拆题 这个我觉得对助教来讲 不是他们本来应该被assign的工作 那我也常常发现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我上课问大家的题目呢 有很多同学都没有去想啊 就跑去问助教 我就跟助教讲 这些题目是要来问各位的 不是要去问助教的 不是要去考助教 如果所有的题目大家都不想 直接去问助教的话 那我就考助教题目就好了啊 就没有必要考各位了 所以像这些东西都是我希望 你去上这个演习课之前呢 你能够自己花时间在上面的 如果你能够 就是说这些事情你都能够做好的话 我基本上觉得你在这个课上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喔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我的建议哈 这个课我们会用这个课本 从第二章讲到第九章 原因是第一章是讲相对论的 他跟这个课后面 关系比较不是这么大 所以呢 我只有在第二章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到其中的一小部分 第一章的一小部分 那个时候我会在第二章 再跟大家补充喔 那第十章以后呢 他的内容会在 下学期的材料物理性质 还有将来大四的固态物理导论里面 涵盖到 所以呢 第十章之后呢 我也不会在这个课里面来介绍 所以主要的范围会在 这个 第二章到第九章的部分 所以 对于 上课的 内容 我们会在 礼拜五的第三堂 跟大家介绍每一个chapter的重点 那你会对于整个课 要上的内容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在那个时候我也会开始告诉你 什么地方 难度会开始变难 让各位有一个心理准备 不要觉得前面好像都在做软身运动 那你也不特别觉得非常的困难 可是一到后面 分量越来越重的时候 你很快就会赶不上 有没有问题的 对于我们的考试方法 上课的内容 还有助教时间 有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要提醒各位就是说 我绝大多数问大家有没有问题 没有人 绝大多数都不会有人有问题 所以 我会问你问题 所以 我开始上课的时候 我就会开始持续不断的问问题 OK 怎么说看学习课 我们会在第二个chapter结束以后 才会有演习课 所以应该会在两个礼拜以后 好 那 这个是TA的联络方式 我也会把这个最后放在FTP上 我们有两个 有两个助教 廖胜杰跟黄国锋 这两位都是我们大学部毕业的同学 那廖胜杰是三年半大学毕业直升博士班 所以他的这个大学功课也是学得很好 黄国锋是硕士班念完直升博士班 所以他的大学功课也还算相当的不错 所以这两位助教也都上过这个课 然后也都去年都担任这个课的助教了 所以假设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请教他们 这个FTP应该是最新的了 所以请大家可以把这个FTP写下来 上课的讲义还有 我们想要让大家知道的事情 会放在这个FTP上 这两个应该是Password跟UserName 万一FTP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E-mail给助教或E-mail给我 因为有些时候是因为学校停电 所以这个FTP会没有正常运作 所以可以通知我们 好然后有一个东西是上课时间的变化 因为这学期我有两个国际会议会去参加 所以我把要更动的时间跟大家讲 下礼拜三是中秋节 所以这个是本来就没有课的 那礼拜五因为我要去大陆给一个邀请演讲了 所以下礼拜五我们就不会上课 那我们会改在10月8号礼拜五的晚上 10月8号礼拜五的晚上 来补9月24号的课 6点40到8点 另外在11月我会有几次 我会有两个礼拜四到美国开会 所以我们会有两种不同的补课方式 一种是我们会在10月份 这三个礼拜三 第四节我都会上 也就是说我们会 第三节之后第四节我们会上课 10月13号 10月20号 10月27号 礼拜三我们会有两堂课 那因为11月我有两个礼拜是不在的 所以呢 11月10号礼拜三 11月12号 11月17号 还有这三 还有11月19号 等于是这两个礼拜 有五堂课的时间了 我事实上是不在 所以呢 其中有三堂课 我在10月份先把它上 这五堂课我在 我在这上面会有 这其中有一 这其中有一天是学校的运动会 是本来就没有课了 我记得好像是某一个 应该是某一个礼拜三 是原来学校的运动会 所以呢 除了 除了这个 10月份 我们在礼拜三上了课之外 我另外希望在11月9号 就是我出国前的那个晚上 我们要另外再上一次课 这样子的话 我到事实上 我在期中考之前 会把所有我要上到 期中考的进度呢 能够把它上完 所以 请各位注意这些 这个上课时间的更动 其中比较重要的更动 事实上是10月份有三个礼拜 礼拜的礼拜三 第四堂课我们要上课 另外呢 11月份 礼拜二 我们要晚上要上课 这个上课时间呢 我也会请 到时候接近的时候 我会再跟大家提醒 期中考跟期末考的时间 刚刚已经告诉过各位了 那这个时间我很会希望 除非你有紧急事故 希望你不要来告诉我说 这个时间是你没有办法参加的 因为我刚刚提到这个 其实对大部分的同学来讲 这个 因为大 所有的人考试券是一样的 所以你如果不能都来考试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你知道 OK 所以 有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于我们上课的 这个 课程的更动 有没有什么问题的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上课就会上到这里 那我提醒各位 我今天或最晚明天 我就会让助教把 讲义放到我们的FTP上面 会放到FTP上 所以你可以去download这个讲义 下一次上课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得到 OK 好 好 好